拿了呀 我就想不通了 我们男人发工资 为什么非得交给你们女人呢 为啥 怕你们男人拿着工资出去浪去吧 那我们男人还怕你们女人 拿着工资出去浪去呢 我们女人又想出去浪去 又拿工资吗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女人上半身是幼虎 下半身就是陷阱 男人上半身是修养 下半身的是本性 男人都色重无关人品 女人也都虚荣 但程度不同 有七情六欲 那叫人 没有七情六欲 那叫物 能掌控七情六欲的 那才叫人物 你呢 你是个什么物 你心里没处吗 这男人好色吧 他就跟抽烟一样 都喜欢抽一个牌子的烟 但要没有的时候 连其他牌子也能凑合 所以有些男人 他不仅禁不住美色的诱惑 有时候就不美的 他也禁不住 以后吧 我也想好了 打电话不不接吗 信息也不回 没事 我也不再跟你目睹去了 人嘛也不能老看你身上的问题 多少我也得从我自己身上找点原因 对不对 对 哎呀为啥就一个老爷们呢 我又不是忙不过来 对吧 还要给妈 工资给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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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